爱妇 火炉 伴随着甜甜的香味 面糊在模具里翻了翻 也翻动了林文华的记忆 那是一家人打拼球温饱 并没想到煎饼南传城三代打出品牌 小小一块煎饼几十年来原料没变 多了时间的调味 这个面糊不掺水 不加一滴水 所以如果有人看了你这样子做饼干 然后跟你讲说 按照中一啪就好 很轻松一下子做好了 这是 我觉得一点也不轻松 很辛苦 林文华说握在手里的饼膜六公斤 的确沉甸甸 是远比不上父亲交棒时 犹如千斤重的叮咛 我父亲一直在强调的就是说 我们做这种饼干的生意是一种 老实人的生意啊 评价而实在 这是林文华后来走向品牌转型时的座右铭 外形像蛋糕一般的欧式城堡 以复牌模式经营糕饼专卖店 人气商品马卡龙 比百货专柜便宜一半价 戚风蛋糕 乳酪派 各式糕饼和手工饼干 美味而价格实惠 招台的煎饼在这里 还有糖霜DIY彩绘的趣味版 每一个土腾专文都有它的一个故事在 甚至说年轻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想法跟创意的话 我们可以来帮他实现这个梦 结婚新人的纪念课里 台湾景点的意象 客家油铜花 还有超大型的土腾煎饼 都可以开发板模制作 做了50年的饼 融入新人素 也成功销到大陆 另外华生信 有故事的食物更精彩 会受更多人喜爱 让自己的产品 加入更多人的故事 说更多人的语言 老品牌因此走年轻的路 按轻松 一哈也处好了 按轻松 一哈也处好了